请 听伙计说 你最近都不去店里 好不容易从二叔那里 拿回来的掌视权 怎么这么快又退了 从明日起 你还是去店里吧 别惹二叔不高兴 也别让大伙为你担心 别让你给我 让你给我 我让你给我 你轻薄于我 你还要不要脸 我堂堂颜家大小姐 却执意赖在苏家不肯走 而苏家大少爷 却对我不屑一顾 你要赶走我就喊起来 要没脸大家一起没脸 苏文宇 我对你的苦心你看不到 我不怪你 因为你被霓裳那个狐狸精 迷了心志 但是我绝不允许你 如此颓废下去 自暴自弃 好 如果我从今日起 好好做事 你们能放过霓裳吗 我倒是想要放过她 我倒是想要放过她 但那都是行头会里的事 我也管不了 若不是你从中挑唆 事情也不至于发展于此 苏文宇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为了苏家 你别忘了 霓裳落到如此天地 其实都是你的害的 你还有脸替她求情 不过你放心 为了你 为了苏家 我会一辈子 都保守这个秘密 谁让我命苦 偏偏喜欢你呢 严大小姐 你不必妄自飞过 你只是跟我二叔一样 想让苏家和严家 强强联合 坐稳苏家少奶奶 这个位子罢了 你把自己做交易 拿婚姻当儿戏 严大小姐真是好手段啊 原来你是这样思量我的 在你眼里 我就指认了 也没有任何情感吗 这 情感 严大小姐若是真的有情感 就不会对一个昔日通闯 赶尽杀绝 你住口 你不必再说了 严大小姐对我的厚爱 还请收回 我苏文宇 不敢接受 你 真的不吓死 蚂虾 哪有